在这次我们看到华人当地占25%的人口 那么华人将近八成多 他的选票都是投给了反对党 但是在选前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现任首相纳吉的邀请之下 中国大陆当时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贾庆林也被邀请到马来西亚 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一定要会见很多华人 而且那个时候纳吉亲自出席 某个程度来讲 中国大陆的官邦等于是在这次的马来西亚大选之前 是支持一个当地的华人 并不绝对多数支持的执政党 马来西亚在东协里头 对中国大陆的北京政府而言 是重中之重 是最重要的一个盟友 在这个时刻 北京政府支持了一个 看起来当地的华人不见得支持的执政党 这也是在选前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个国际政治的现象 接着我们来到看到新疆 新疆在2009年7月5号的时候 爆发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叫七五暴动 这个七五暴动呢是一个意外 这意外呢是来自于回教徒跟汉民族之间 一个很难解的一个历史冲突 以及语言隔阂之下 那么很意外之下产生的一场暴动 当时呢是来自于在广东的韶关 它的工厂是一个香港人开的工厂 当时大陆希望能够聘请更多的回教徒 使得他们有工作可以做 所以就鼓励所有的外商投资工厂 说如果你愿意聘请回教徒的农民工的话 那么政府会给予你补贴 于是这家香港的工厂就聘请了相当大量的 来自于新疆的一些回教徒 结果这些新疆的回教徒在当地 因为一些误会 还有很可能一些若干的行为 就因此跟当地的汉民族发生了搏斗 发生了搏斗之后呢 他们接着就把消息登录在网络上 那么按照当地工厂汉民族的指控 是这些回教徒强奸了几名女工 而回教徒失口否认 认为他们被打被打死了 那么于是这个消息呢 传回到了回教的新疆的乌鲁木齐 马上就引起了可怕的起舞暴动 那么那个时候大家以为呢 只有北疆就是乌鲁木齐呢 是在新疆的北疆的首都 是最危险的 结果最近呢 在四月底的时候 又发生了在喀什 喀什是在南疆 喀什还被中国大陆现在选为特区 面对整个中亚崛起里头 非常重要的经济特区 而喀什在这次四月底 引起的冲突让人格外注意 也就是说整个新疆不只是北疆 还包括了南疆 都出现了非常激进的伊斯兰教义 伊斯兰教义的独立运动 那么也都是暴动的形式 在这次甚至有15名援警受伤身亡 那么这次呢 因为已经有既有的解放军 而且当地的书记明快地处理 所以没有爆发像上一次 在七五暴动的时刻呢 当时整个回教的暴民 满街见人就杀 见人就砍 然后放火烧死非常多人 那么大的惨剧 但是立刻的镇压的结果呢 双方的搏斗 他们生产了很多大刀 而且还有炸弹 也有15名援警 因此身亡 伊斯兰长者的着岛 唤醒沉睡了卡什 在这个最新的特区城市里 大陆官方正以优惠的经济政策 消弭民主冲突 和僵毒分离势力的渗透 但血腥暴力事件 能不断上演 位于卡什八楚县 设立布亚镇的一个社区里 木制屋顶亦被大火烧毁 院落凌乱不堪 大湾上有清晰可见的刀痕 墙上还有斑斑血迹 这是4月23号血腥屠杀的第一现场 在23号上午 瑟利布亚镇第三社区的三名社区干部 在进行正常的居民走访过程当中 走进了这个院落 从此就再没有出来 根据大陆官方公布的案情 三名女性围族社区官员 23号上午前往当地做例行巡视 撞见社区里有人制造火药 行机败露的歹徒一方面通风报信找来通火 一方面就把官员围困在社区里 海利利吉利利是后来赶到的当地园警 他们与歹徒搏斗 头部被砍到挥重 颅骨骨折 身上还有多出道伤 而当时三名女性社区官员已遭割喉 躺在血泊中 志愿警力和当地园警抵达后 面对杀红眼的歹徒先是疏散民众 并开枪击毙一人 但最后弹尽圆绝 九人被逼进民宅 歹徒纵火烧房 全部遇难 一直在跟他们对抗 一直在跟他们被抗 放到就这样 平凡地从案发第一现场 至咱们这个警务用车这里 不断地对这个车辆进行打砸 然后主要攻击的部位 应该是油箱部位 目的应该是要把油箱砍破 然后取油 拿到汽油的歹徒 企图引发爆炸 被赶来的远警阻止 开枪击毙一人 但又有两名远警 在搏斗中被砍尸 随后四名歹徒冲出巷道 沿途打砸烧毁车辆 还拦路抢车前往郑政府 一把火烧了派出所 我们那个骑身的那个机位 公安干净 然后我们那个手上的命运 他们攻击的 攻击的发备嘛 那个主要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嘛 我们那个突破 那个第二个部分嘛 那个脖子 最后在优势警力围堵下 共击毙六名歹徒 另有八人当场活歹 随后几天 同伙的十一人分别落网 但包括远警和当地官员在内 有十五人罹难 官方在卡什举行追悼会 并追封十五人为反恐斗士 但让一些罹难者家属不解的是 行凶的歹徒 是认识多年的老邻居 为何转眼间成了魔鬼 大陆官方公布了调查说 凶宅屋主叫买买提名巴拉提 他从2012年9月以来经常参加地下奖金班 观看宣传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内容的视频资料 也进行体能训练 学习杀人技巧 据当地警方调查 3月中旬这犯罪集团制造了八把大刀 20多枚炸弹 预模今年夏天在卡什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干大事 凶案现场还找到东途恐怖组织圣战旗帜 大陆官方就把这笔写在算在疆独的三股势力头上 这次发生的严重的暴力恐怖活动 其实是在新疆存在已久的三股势力 密不可分的 新疆三股势力指的是民族分裂势力 宗教极端势力 暴力恐怖势力 他们三位一体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 煽动民族仇视制造宗教狂热 而三股势力的目标就是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 实现新疆独立 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 而据大陆安全单位情知 这三股势力与国际恐怖组织都有联系 官方指控东途组织曾在阿富汗塔利班接受恐怖暴力训练 而从1990年以来 东途就在新疆制造爆炸 暗杀 袭警 截击等上百起恐怖攻击 其中2009年 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打砸抢烧的暴动 造成190多人死亡 上千人受伤 受国际恐怖活动 持续高发的影响 境外东突分裂恐怖势力 不断地进行渗透和煽动 所以新疆的反分裂斗争 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 然而这场被大陆官方定性为 伊斯兰分离势力的恐怖暴行 没有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 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 都发表评论认为 没有证据显示这起事件 与东途等海湾恐怖主义组织有联系 而更像是个别的犯罪行为 总部位于德国的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 迪里夏提 在接受世界周报访问时 也否认与这起案件有关 境内发生的任何问题 都是维吾尔人在当地的 这个自发的抗争 与境外无任何联系 将大主线的抗争 和美国博士顿恐怖事件 联为一体 中国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已经是镇压的手段 以目求获取国际间 对于中国镇压的认同 我认为事件的起因 应该容许 这个国际社会 就当地的问题 进行独立的调查 另外警告北京 继续妖魔化 继续采取任意的挑衅 不是解决问题的 相反只会刺激 当地出现新人的动荡 谢谢你 新疆复杂的种族与宗教因素 即使用经济怀柔政策 呈出不穷的骚乱与动荡 都难以吸引败资进入 也让古丝绸之路的复兴 虔诚不明